大家好,歡迎來到大師答問的環節,看看網民的問題 這個是課金答問,汪錦恩 課金請大師去答一條悲慘的問題 這個汪是W-O-N-G,不是姓汪的問題 汪,W-O-N-G,錦恩 這條問題其實是很短的,我先講一講 他就問,想問一下香港豪宅市場怎麼看 一些中小發展商的實力情況可否透露一點點 因為最近正在研究山頂道8號、20號、寶山道18號 那些發展商還是高高的標價 好像跟大家認知不一樣 這裏講了三個地方,山頂道8號、20號和寶山道18號 這些樓價因為不是地產代理 那我就不太熟悉的 但問題是,他來到的時候有課金,我們看到錢 這麼有誠意 不然不會這樣 那於是一定要去答一答 當然先簡單解釋一下 這位朋友說山頂道8號、20號和寶山道18號 山頂道8號其實現在是由資本策略地產和風態地產 他買了一個地,然後翻新的山頂道8號的豪宅巷 即是說他翻新的意思是說他沒有重新興建 他裏面的Skeleton沒有改,只是剝皮再插了 而之前有些成交單位,複式是3300多尺 以及天台1000多尺,平台300多尺 他之前也有些Penhouse去賣出 說的是4.1億,4億至5億的成交價 我大約講一講,資本策略地產就是 這二十年之中,是成了最快的地產公司 因為他是鍾索義的 鍾索義本來是李澤街的領域 本來是他們所有人之中 他最遲脫離,即是李嘉誠的體系之中 他仍然在做資本策略的時候 他仍然在做資本策略的時候 他仍然在做利澤街工 即是一邊打工 原天凡毫無疑問 當時是Cenia過他很多 現在他就變成Cenia過原天凡 有錢的全天凡很多 因為他做地產這幾年 就賺了很多錢,他做得很好 所以做得很勇敢 而風太地產,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Sam G 如果我沒有記錯 即是搞了銅鑼灣535 搞了銅鑼灣535廣場 也做得很成功 應該是Sam G Sam G 他是什麼女婿? 他是英軍女婿 英軍集團 我跟他坐過很多次 但是不熟 因為我沒有直接找他坐地 後來有一次 找他的時候 坐地 找了 但我發現原來他跟那些人是不熟 我記錯了 他是黃坤的朋友 我以為他的另一位朋友 Jeky Cheney的朋友 原來不是黃坤的朋友 所以我記錯了 我約他 你跟誰打 他是一個高大 挺帥 挺帥 挺好看的 但是沒有表情 是Pocker Face 那他跟你玩屁 所以Pocker Face 還是平時Pocker Face 平時Pocker Face 他很Pocker Face 平時我都很Pocker Face 但這兩個都是新興的 做得很成功 我不知道 因為他現在也賣得不太便宜 不是很便宜 他的赤價是多少 赤價是12.4萬元 雖然是福色戶 但12.4萬元是接近House的價錢 一般來說 他有剝皮 即Skeleton沒有變過 是剝皮再重新做過 那 通常是 剝皮是不應該值得這麼貴的價錢 對 剝皮不應該值得這麼貴的價錢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 山頂道 一般 但很多人很喜歡 我住山頂 如果說豪宅加 就是Pocker Face 我永遠都是Mounts Nicholson 你四一幾都買到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 我想一定要計一件事 就是你是剝皮的 你不是重新興 不是新興 不是新興 所以 所以 雖然他都好像20年樓之類 但問題 但是 我不是這麼 我覺得 是多於是Glover Price OK 現在什麼是Glover Price 這個是山頂道8號 另外 網民 他就說 一間就是山頂道20號 山頂道20號 就是 的項目 就是 The V Group旗下 然後 他是 四棟洋房 陳雲雲 他是地產代理 什麼的主席 所以我們不時會看到他的名字 是 那他 因為是四棟洋房 說的是 實用面積四千多 最大的間 四千七百多呎 賣了8億六千萬 他四棟都是內部轉讓載 我想他都是轉讓載 然後再賣 所以不存在什麼問題 所以 整個計劃是在投資 15億 在這個 差頂道20號 那他就每一棟 都是 都是 什麼 他一棟就四千多呎 是 這個是 山頂道20號 另外一個 一個就是 寶山道18號 寶山道18號 這裏 就是另一間地產商 就是宋傑地產 五二孫家族 是 永龍 永龍 永龍銀行五二孫家族 旗下的地產 其實這是最近 新建的一間 寶山道的豪宅 上景 就是寶山道18號 他就是 赤價六萬元 不算太貴 相當於兩千呎 是小過 之前的三千呎 或者 什麼 是小一點的 那 那就 雖然寶山道有寶山 好像寶山幼稚園 很難入 那一個是最難入 之類 但是問題就是 我不喜歡寶山道 就是這麼簡單 寶山道當年的時候 在我 很小時候 應該是曾經試過 是 樓四人的 哦 就是打風 打風的時候 是 寶山道 寶山道是屬於 比較不適合的地方 沒得住就沒得說 但是 我本身不喜歡寶山道 但他這個價錢 也是便宜 所以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計算 至於現在 說回他剛才說的問題 就是 那些豪宅 沒有減價 其實豪宅沒有減價 原因就是很簡單 就是 寶山道那裡 如果他賣兩千隻 六萬多元 可能你賣兩千多呎 六萬多呎 可能你賣億領 那是不同的 還有幾億的樓 是完全不同賣法的 億領 可能 第一 就是他們可能 會有些提供給對方 有些提供給對方 可能是幫你裝修 或者之類的 他不能減價的 你記住一件事 做豪宅 或者做所有樓 做減價是很笨的 因為你一減了 你不是全部都掉了 你會影響到其他 那些賣不出 那你現在是mark to market 你一天不沽 你一天都會輸 你一天都不輸 除非你最後一度 你才可以減價 而且減價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 因為你政府有些規規 規管著你 所以他們會是 那些人說不減價 就是因為 你要mark to market 你一旦扔下來 除非你 你只可以減價 你新樓你不減價 通常賣不出 只會有家用的 我看到有些豪宅 最高的最高是30% 30% 其實30% 因為我幫你付稅 所以是 很多不同的做法 但是 就我和我談的 有些人都建了一些豪宅 或者其次 那它 它是 譬如建一些 一個豪宅 一個賣 如果你去到幾億的口試 你其實是賣一間口試 去賣一隻航 你一天跟客人 一天跟客人 一天聊天 它不會無端端 有一個人 白撞過來 不認識的 然後跟客人買樓 沒有的 或者一個發展商 或者經紀 是很少的 多數是一個發展商自己的朋友 例如陳鴻天邦 Alan John 買樓 是一個發展商自己的朋友 你一定要自己去購 強實可能是第二個狀況 但是你不是無端端 有一個人突然間 走進來買 沒有這些東西 其實是混合很久 又請喝酒 吃飯 叫雞 你搞一大輪 才能夠 才能促成一單 沒錯 一起玩 之內的秘書 其實是促成單 不是那麼簡單 你就這樣去走進去 鴻天賣 我想首先要明白 基本原理 那就是 相對來說 你叫我選擇 這三個 我想山頂到二十號 我喜歡剝皮 你剝皮 十幾萬一尺 我覺得沒辦法接受 那你二十號 你也是賣回價錢 寶山道 是不喜歡的 OK 好 解答了這位課金答問題問題 那今天的大師答問題到此 謝謝大家 拜拜